欢迎收听大暗即时 我是吕鹏 本期节目咱们来讲述一桩 发生在天津市静海区的杀人抛尸案 说到静海 不知道大伙熟不熟 反正我是太熟了 我呢首先是在天津读的大学 大二期间吧 应该是我呢在这个静海 自己弄了一个博音主持的培训班 前前后后干了可能将近一年 每周都会去一趟 再加上我老家那个县呢 跟静海啊 是一县之隔 是接壤的 那时候坐大巴上天津上学 静海是必经之路 过去啊 静海呢 是县啊 是近些年才撤县社区 那么在静海境内啊 大大小小的河流啊 还挺多的 出名的像紫牙河 是吧 在这些河流里边啊 有一条小河 当地人叫什么呢 叫弯弯河 遥远的青海 有一条弯弯的河流 估计就是这么来的 河呢 二十来米宽 不算多宽 环绕着远近的村子 每到春天的时候啊 这儿说不上多鸟与花香啊 多么天香国色 没有 但是呢 看看小河 看看大树 花花草草 这个什么花鸟虫鱼 这都挺好 所以一到春天 总会吸引周边的村民呢 来这散散步 2004年4月8号 这一天接近傍晚的时候 河面上啊 突然就飘起来了一个包裹 有六弯的村民就看见了 哎呦 这什么呀 这谁丢的东西吧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啊 找根竹竿也好奇 把那包裹呀 就给够过来了 就捞到岸边了 随后气着咔嚓 打开看看吧 包裹一解开 在场的人啊 都吓个半死 怎么呢 包裹里出现的是一个女性的人头 赶紧报警吧 接警之后 靖海县公安局主管领导 立刻调集刑侦一大队 以及周边的警力 迅速赶赴现场 当时天色已经晚下来了 光线很昏暗 不利于现场勘察 领导就决定 专门留人 在这看守现场 把这一宿啊 给我盯下来 明天早晨 再做勘察 第二天上午 在市局刑科所人员的配合之下 展开了现场勘察 包裹里的尸体呢 是一名女性 已经高度腐败了 通过判断 年龄应该是三十岁左右 身高呢 一米六二 穿得很普通 双手双腿 被反减啊 并且呢 被一根绿色的尼龙绳 捆绑起来了 这还不算完呢 身底下坠着一块差不多三十斤重的水泥 身体没有明显的外伤 脖梗上有明显的勒痕 致死原因呢 是因为窒息性死亡 所以现场勘察就得到了一个初步的认定 死者是他杀 这儿不是杀人第一现场 很可能是凶手杀人之后 抛尸在这儿 那么这个现场在哪儿呢 位于静海县阳城庄乡 管铺头村 在这个村子附近 初步认为凶手杀人的第一现场 距离这儿不会很远 那么会不会就是在管铺头呢 其次 把尸体抛尸在了弯弯河里 说明作案者对这儿的地形啊 地理位置啊 也比较熟悉 很可能就是本地人干的 当然第一步 要确定死者是谁 也就是查找师员 按照分工 各路办案人员立刻深入案发地周围的四个村子 走访调查 经过对近期走失人口和失踪人口的调查 一条重要的线索 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 有一村子呀 有一个女人叫孙学珍 2004年初和丈夫离婚了 离婚之后下落不明 找不着了 去哪不知道 办案民警立刻找到孙学珍的家属 通过对尸体的辨认 终于确定死者就是失踪近两个月的孙学珍 这个死者是确定了 师员是找到了 可这么一深入调查 办案民警又发现了更大的疑点 孙学珍和前夫高仪在2004年2月18号办理了离婚手续 但是当天孙学珍就突然失踪了 而2月27号高仪也下落不明了 高仪的家人说了 高仪呀 跟孙学珍离婚之后 没过多久 他呢 心里边就反悔了 他还发誓说呢 一定得找回来孙学珍 那么他究竟是以什么方式找回妻子的 而他的失踪与孙学珍的死是否有一定的联系呢 通过对孙学珍生前使用手机情况的调查 发现从2月18号起 孙学珍的手机就停止使用了 说明当天孙学珍有可能就已经被害了 那么高仪是不是杀死孙学珍的凶手 他在大家面前表示的决心 是真情还是假意呀 是不是杀人之后这么说说表表忠心 要揭开这个内幕 必须对孙学珍高仪两个人的家庭婚姻 以及社会关系情况再做深入调查 孙学珍1975年生人 在十多年前从四川老家来到静海县城某企业打工 后来惊人介绍和高仪认识了 然后呢 就是相知相恋 结婚呗 是吧 婚后生了一个男孩 生了一个儿子 高仪呢 曾经在村子里边啊 干过这个化工作坊 家里条件 在村子里边 一度是很优越的 大伙都认为 你看人高仪有能耐会挣钱 几年之后 高仪呢 因为触犯法律 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刑满释放以后 俩人关系就紧张起来了 因为通过村里人们的议论 高仪呢 听到一个传言 说 哎 你媳妇啊 跟咱们村金云光 关系暧昧 金云光呢 跟这个高仪啊 是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俩人平时关系特别好 这怎么着呀 这我兄弟敲我媳妇啊 这个传闻 把高仪气的呀 他曾经在村子里边扬言说了 我一定得找 这个金云光去拼命去 自从高仪释放之后 金云光呢 为了避免和他发生正面冲突 人都不在村住了 举家搬到了县城去住了 办案人员呢 正面接触了金云光 金云光当年呢 是38岁 显得挺平静的 从容的回答着 他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当办案民警问他 村里人可都说 你跟死者 这孙学贞 有那么点事啊 金云光赶紧否认 胡说八道 那是有人给我造谣呢 可是旧的疑点还没化解 这时候新的疑团又出现了 据高仪家属反应说呀 高仪突然失踪之后 三月初 他的几位亲属呢 突然接到高仪 从外地发过去的短信 说自己在广州打工期间 误入一家赌场 因为输钱 而被人家暂时扣留了几天 希望家人呢 不要惦记他 在这之后 这个手机就永远的处于关闭状态了 什么时候打 什么时候都是 您所拨打的电话 一关机 请您稍后再拨 而更奇怪的是高仪 你不在当地找你媳妇 你跑广州赌场干嘛去了 你不用手机打电话 告诉大伙一声 你用短信告诉大家 这么做的目的 是不是告诉人们 你依然活着呢 可是这么做又总让人感觉 这是不是你本人发的呀 啊 发短信的目的是什么呢 静海警方立即决定 派刑侦一大队的队长 郑辱华政队 带着两名警员赶赴广州 进一步查清短信问题 4月11号啊 他们就飞到了广州 围绕这个神秘短信 立即展开工作 他们发现 发送短信的这手机卡 曾经和一个不记名的IC电话卡 联系非常频繁 现在大伙见不着那IC电话卡了啊 过去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 我还办过呢 上大学时候 基本上大伙就都有手机了 上中学时候办个IC电话卡 满大街好多那种公用电话亭嘛 这卡往上面一插 哎就能打电话了 经过多方的走访查证 正对他们的终于是找到了这个神秘的持卡人 这人呢 他自己说呀 自己叫阿兰 他承认 说我用过这个IC卡 但是他否认 曾经向天津发过信息 可办案人员手里 他有证据啊 就有你们的这个通话记录单子呀 这女人一看 你也不得不承认呢 你确实跟这个发短信的手机号 也就是跟高仪有过接触啊 这时候刑警啊 又把高仪的照片拿出来 这个阿兰一看 我 不认识 脑袋摇的跟拨乱骨似的 我真不认识这个谁 谁知道他是谁呀 通过连续几个小时的工作 阿兰呢 终于说出了实情 那么这阿兰到底认不认识高仪呢 杀害孙学真的又是不是高仪呢 高仪去哪了呢 他还活着没活着呢 怎么呢 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最近咱们《非兴凡文化》呀 又上线了一档悬疑推理有声剧 叫《冷推理》 小伙伴们呢 推荐给我听 没想到听了一集呀 就上头了 故事情节紧凑 演绎的呢 也挺生动 所以在这儿啊 也推荐给大伙 感兴趣的听友 在喜马拉雅搜索冷推理 一起加入推理大冒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医生剧